为了证明自己还行 完全可以继续挑大梁 美国总统拜登三号 在白宫会见25名民主党籍州长 试图抚平辩论后的换败声浪 同一天拜登还致电给竞选团队 向他们保证自己不会离开选战 白宫也一口同声再度强调拜登不退选 只是白宫护航拜登说他是因为时差和疲劳影响辩论表现 CNN记者在新闻中却这样回应 白宫的护航有没有效果 纽约时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辩论后有49%的选民挺川普 比一周前增加三个百分点 让拜登已经落后川普达到六个百分点 另外有74%的选民认为拜登年纪太大 当中有59%是民主党支持者 至于路透社则说 如果拜登退选第一替代人选 恐怕就是副总统贺锦丽 尽管如此辩论后贺锦丽不止引力捍卫拜登的行动 也持续跟拜登一同抨击川普是罪犯 然而CNN发现由于川普达两人闹翻天 有四成五的美国人在7月4号国庆日这一天 对自己的国家无法感到自豪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关心全球暖化引发的热伤害死亡 美国总统拜登话风一转 强调气候变迁 不论里头哪个党都得面对 拜登想展现领导人高度 拜登先前辩论表现差与波荡漾 甚至开始有民主党国会议员公开要他退选 尽管拜登一开始就将表现差怪罪与感冒 但美国记者依旧满肚子怀疑 连珠炮逼问白宫发言人相关的话题 甚至直接询问到底拜登有没有实质症 美国前中原议长裴洛西虽然第一时间出面护航拜登 但最新访谈上语气还是有些未转变 他现在说民众有权质疑总统健康 他因此建议拜登最好召开记者会让媒体问道保 毕竟同天纽约时报又刊出耸动标题 指出拜登走神的频率近半年来越来越高 包含先前在G7疑似恍神乱走 揭发选门案的美国资深记者也从旁了解 表示过去一年半类似情形高达15到20次 根据CNN最新民调拜登支持度已落后川普6个百分点 剩下43%而满意度则下滑到36% 若改派贺锦丽对决川普民调表现反而比较好 是45%对上川普的47% 美国知名政论podcast节目辩论会前曾举办大型粉丝会 但当时参与者都笑不出来因为很担心选情 其他不利拜登阵营的还有这件事 既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川普享有大部分豁免权后 川普封口费官司也要延后到第二次辩论后才会判决 并同意暂停诉讼程序以评估豁免权带来的影响 由于届时距离大选只剩一个半月 代表川普有机会在封口费和其他刑事案中完全脱罪 李新闻纵不倒 选民眼里拜登的辩论表现不只是惨 更质疑他真能再当四年总统吗 白宫出面替拜登辩解不该用一天否定三年多的政绩 不过拜登自己也在竞选活动上坦承 差点在辩论台上睡着 归咎于出访太过频繁 时差挑不过来 回顾拜登的行程 他6月7号飞到法国参加诺曼第80周年活动 月中接着到意大利出席G7的领袖峰会 一结束就赶回美国加州募款 不过辩论前夕他在大卫营闭关 准备就待了快七天 时差真没调好吗 纽约时报跟报道 越来越多拜登身边的人都发现 总统在辩论会上当机绝非个案 就连揭发水门案的美国资深记者 也爆料这半年来 拜登已经有认知衰退的迹象 拜登亲密的谋友前 众院议长裴洛西仍然力挺他 既然拜登坚持选到底 民主党也只能陪他把头洗完 推选送不到 CNN总统辩论结束五天 美国总统拜登的健康状况 仍然是民主党内焦虑来源之一 德州联邦众议员道哲特 已公开声明呼吁拜登退选 成为现任议员的第一人 而将近一小时的白宫例行简报 所有问题都围绕在拜登的健康状态 It was a bad night Does President Biden at 81 years old have Alzheimer's any form of dementia or degenerative illness that may cause these sorts of lapses and it's a yes or no question It's a no and I hope you're asking the other guy the same exact question After the debate Did the president get examed by a doctor or did he get a neurological scheme If this is an episode or is this is a condition 白宫宣布拜登将在这个星期五 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ABC专访 并且在下星期北约峰会期间 举行记者会 希望用更多不用讲稿的情况 来证明拜登有能力再做四年 CNN公布辩论后的首次民调 川普在登记选民的支持度 以49%领先拜登的43% 而政治倾向偏民主党的受访者 有56%认为换掉拜登 民主党比较有机会赢得2024总统大选 同一份民调民众对拜登施政的 不满意比例则创下史上最高达64% TVBS新闻将会美国花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検与点栏目